这两名选手 尽管都是世界一流的顶尖高手 但在日本公开赛 他们还都没有获得过冠军 达威克在这次比赛里边 也向新闻界透露 尽管他现在已经是 奥运会是锦赛亚运会 三项冠军的得主 但是印尼的球迷 对他的期望还是很大 他自己也提出 在比赛里边 还有很多自己没有拿过冠军的比赛 而且认为年龄也不是问题 接下来双方的决胜局开始了 李宗伟他在往前手上的这个提论确实很有特点 而且手感非常好 连陶菲克都被他骗到 两次在往前 李宗伟站了上风 李宗伟还是很敢做动作 但是回球下往 两人这一段有一点这个针尖对脉盲 两人这一段有一点这个针尖对脉盲 都想通过看谁的往前好 李宗伟这个球差了一点点 反过来可以说陶菲克的挥球质量太好了 就让他差那么一寸 托不到 如果李宗伟能够做到往前和陶菲克相比不吃亏的话 他在整个场上的各个技术环节相比 他可能还是要有一点优势 好漂亮 那么这场球我觉得是难得一见的 两个人能够在这种五星级以上的大赛里面 决赛里面相遇 而且这个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 他的压力都不会太大 两个人都不是在自己的主场 日本公开赛尽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冠军 但是毕竟他的级别还不是最高的 回向奥运会 如果奥运会世锦赛这样大赛里面的两个人 可能会有多少他们的压力会增加一些 那今天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两个人的发挥都很出色 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技术 宏运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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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球李宗盛处理的就比较好 因为在前面我们就看到陶飞克他在接发球的时候 抢完很快 马上抢上去放完 然后形成主动 这时候李宗盛结合一些发后场的球 发一些平快球 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也要找好这个时机 要在对方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用来这个球也是要求非常高 完全没有转体 依靠手腕上控制球派的角度 把这个球打向一个大对角 现在这一段比赛明显看到李宗盛 他的速度很快 说的白一点呢 就是不跟你玩 不跟你斗了 就看谁的能力强 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 李宗盛杀球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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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飞克现在在头顶跳起 他杀球没有当年的那种凌厉 尤其现在可能对他的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怀疑自己这项技术 他的自信受到影响之后 手上出来的感觉就差了更多 陶飞克明显速度跟不上 自己点杀完对角之后上不去网了 11比7 这个失误也是 就是当你感觉自己的体能下降的情况下 回球会不自觉的去要求高质量 但是自己思想上要求高质量 手上又由于体能下降 你没有在体能非常好的时候 那种正常的正确的手感 失误就会不断的出现 进入这一段比赛之后 陶飞克给人感觉还是他在体能上 处于比较大的劣势 羽毛熊呢 他还是一个以速度为基础的活动 技术再好 你在速度上如果跟不上对方 对方始终压制住你的两个底线 后产风担比较大人 前半场的技术再好 也很难去发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